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反正我信了 因为好莱坞有个基努里维斯 因为这个世界配不上这位跌落皇城的天使 1964年9月2日 基努里维斯出生于黎巴嫩贝鲁特 父亲塞密尔诺琳里维斯是一名美国地质学家 母亲派确西亚泰勒是英国人 曾经做过一阵子歌舞演员 后来成为大品牌的舞台服装设计师 基努有英格兰 美国 中国 爱尔兰和葡萄牙血统 基努的名字Kianu在夏威夷中的意思是福过山头的清风 人如其名 基努的童年虽然并不窘迫 却因为父母离异而家庭破碎 只能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 这也造就了基努之后自由不羁 随于而安的个性 1966年基努两岁时 全家从贝鲁特搬到澳洲 童年妹妹金出生 然而母亲男人父亲吸毒而离婚 带着儿女搬到了纽约 之后三人又搬了五次家 母亲也改嫁给了白老汇导演保罗阿龙 1970年母亲再次离婚 全家迁往加拿大多仁多 之后母亲又改嫁了两次 而老李维斯在基努十二岁时 因为放毒而被捕 自此以后基努就和父亲彻底断了联络 基努在多仁多长大 从小并不热衷于学习 在五年里前后换过四所中学 还被学校开除过 15岁时 基努第一次登台表演舞台剧 从此开始演员生涯 在80年代早期 基努在多仁多拍摄了不少广告 短片和舞台剧 1985年 他前往好莱坞发展 因为继父保罗的护函 他的从影子录顺风顺水 很多报道说 他拍的第一部电影 是1986年上映的雪姓小姿 其实他在影片中扮演的冰酒守门员戏份少得可怜 而同年上映的美梦成真 基努才是真正的男一号 戏份多了不少不说 还和女主角既有吻戏又有传戏 说美梦成真是他的第一部电影 更有说服力些 1988年 基努在影片危险关系中 饰演一名年轻的音乐家 危险关系获得了第六十一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提名 其中女配角之一乌马瑟曼就是昆廷后来的大作 《杀死比尔》两部曲里的女主角 基努在危险关系中的亮眼表现 让他一举走红 也为他带来的主演人生中第一部重要电影的机会 1989年 他在青春喜剧片《比尔和泰迪历险记》中 饰演一个会时空穿越的中二青年 并因此鸿遍美国成为青少年偶像 这部青春偶像电影也成为那一代美国人的童年回忆 剧中基努的招牌港湾斯 长顺不衰 以至于此后多年 大家只记得他在片中那笨小子的形象 也是在80年代 基努疯狂爱上了摩托车 因为他喜欢这种无拘无束 贴近自然 可以感受声音和气味的旅行 不过他有一个非常不良的爱好 就是喜欢魔鬼驾驶 也就是半夜关了车头灯飙车 还曾经酒驾和无照驾驶 在1988年的一次魔鬼驾驶中 他出了车祸 撞断了好几根肋骨 还在腿上留下了永久的疤痕 在救援医疗队到来 并把他抬上当驾后 其中一个实习生一不小心 失手又把他摔在了地上 尽管如此 他对摩托车的热爱从未改变 2011年 他甚至买下了一个重机公司 还挪建三年 在2014年推出新款机车 爱车到这个境界 在好莱坞 金鲁应该也算赌一份了 1991年 金鲁和同事演员的 罗伯特·麦尔豪斯 组建了一支乐队 天然星乐队 金鲁是乐队的贝斯手 有意思的是 金鲁虽然是左撇子 可是唐贝斯却是用右手 这支乐队并不只是玩玩而已 他们在1996年发行了 第一张专辑 A Little Visionary 而后在2000年又发行了第二张专辑 Happy Ending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搜来听听 乐队的水平吗 只能说见仁见智 不过由于拍片太忙 金鲁不得不在2005年退出了乐堂 90年代是金鲁在影视圈的黄金十年 他参演或者主演的好片多不胜数 和做过的明导和明星更是多龙牛毛 1991年的金鲍典 导演毕姐 凯瑟琳·毕克罗当时还是世纪明导 詹姆斯卡梅隆的妻子 毕姐可不是单纯依靠老公的无名之辈 他指导的拆弹部队 可是狂扫2010年第82届奥斯卡六项大奖的牛片 男主角则是主演过人鬼情未了的帕特里克·斯威兹 这也是金鲁即1986年学姓小资之后 和帕特里克的第二次合作 凭借金爆点 金鲁获得第一届MTV电影奖 最性感男演员奖项 同时首次掌握了动作明星的潜质 在同年上映的《不羁的天空》一片中 金鲁更是与90年代 最被好莱坞看好的演技派年轻演员瑞凡·菲尼克斯同台标系 也因为该片金鲁与瑞凡成为一生的自由 瑞凡不仅是2020年奥斯卡影帝 小丑一片的主角华金·菲尼克斯的哥哥 也是小里兹·李奥纳多的偶像 华金正是紧随哥哥瑞凡的脚步进入演艺圈的 1992年参演的《金情四百年》 导演是指导过教父三部曲的科波拉 主角加里奥特曼和威诺娜·瑞德也都赫赫有名 而在片中与基努标情玉系的《三只女妖》中 就有日后主演了西西里的《美丽传说》的女生 莫妮卡·贝鲁奇 有意思的是 科波拉的女儿导二代索菲亚 也是基努众多绯闻女友中的一个 据传索菲亚指导 黑寡妇斯嘉丽主演的《迷失东京》 就是索菲亚致敬秦男基努的作品 片中男主角长年累月住在旅馆的桥段 就是取材于基努当年的生活 顺便八卦一下 索菲亚的另一位前男友 就是我超级哈的鬼才导演 坤丁·塔伦迪诺 只能说贵圈真小 1993年 基努与肯尼斯·布兰娜和当者华盛顿联合出演 改编自莎士比亚戏剧的剧情片《无事生非》 饰演忧郁而奸诈的约翰伯爵 同年 基努受到意大利著名导演贝特鲁奇的清点 在其影片《小活佛》中 饰演了主角希塔多王子 这是一个颇去难度的角色 为了演好这一角色 他还特意读了不少的佛教书籍 并减去了体重 或许真是基努所具有的东方血统 使他天生就具有一种极其纯净和质朴的气质 使他成了饰演小活佛的上家人选 基努在这部影片中的表演 虽然说不上极其成功 却也相当受人瞩目 基努早年参演的这些影片风格迥异 让他可以尝试不同的表演风格 大大拓宽了他的戏路 而真正让基努独挡一面 成为好莱坞一线男星 则是因为1994年主演了动作片《生死实数》 基努在片中饰演激情冷静的特景杰克 《生死实数》一片成本才3000万美元 几乎没有使用任何特效 全程实景拍摄 过程之辛苦可见一斑 然而所有的付出是值得的 该片掌获了3.5亿美金全球票房 11倍于制作成本的层级让人折舌 基努在这部电影中的形象 一改之前最红火的《胡党荣威》系列中 老布布鲁斯威利引导的成熟中年银汉分 塑造了一个英俊高大 正气凛然 性格有点冲动的特景杰克形象 影片的巨大成功 让他与女主角桑德拉布洛克 凭借该片获得了第四届MTV电影奖 最佳荧幕搭档 也把他的声势推到了顶点 然而当《福克斯》以1100万美元 时被于《生死实数1》120万美元的片酬 邀请基努继续主演《生死实数20》 基努却因为剧本苦难离谱 毫不犹豫拒绝了这一天价要约 也因为如此 基努被《福克斯》打入冷公寓十年之久 多年后基努唐吉此事 依然云淡分清 正如今爆点上映后 他在一个节目接受采访时说的 我希望十年之后 我还能因为热爱表演 而继续我的演艺生涯 片酬从来不是他接演影片的第一考量 1996年 为了和影帝 艾尔帕西诺和演《魔鬼代言人》一篇 基努自愿砍掉200万美元片酬 让剧组可以负担得起艾尔帕西诺 基努在《魔鬼代言人》中饰演一位 有着不败辩护记录的年轻律师 这部影片也是他而弘言之己 查理斯·萨龙的第一次合作 萨龙是我非常喜爱的女演员 当年的萨龙还有点婴儿肥 可是正当如花莲花的她 在剧中美得冒泡 两组绝的盛世美颜 再加上艾尔帕西诺这个老戏骨的精彩演绎 让这部影片出彩一场 不过结局划分大变 让人有点出乎意料 这里就不剧透了 喜爱这三位演员的小伙伴们 自己去看看吧 因为福克斯的雪藏 和自己刻意与主流片保持距离 再加上所挑选的独立制作电影 叫做《一般》 金鲁在好莱坞的地位渐渐弱化 魔鬼代言人之后整整半年 金鲁竟然没有收到任何影片邀约 然而她毫不在意 闲暇时在天然新乐队玩玩音乐 骑着自己心爱的摩托四处闲 日子过得悠哉闲哉 1999年 因为酒驾 金鲁的保时捷跑车被警局扣押 同时心爱的摩托车也出了故障 正当她无所事事时 沃卓斯基兄弟拿着《黑客帝国》的剧本 找上了基努 邀请她主演《黑客帝国》这一部 之后惊艳影谈二十余年的科幻片 有意思的是 当时的沃卓斯基兄弟 还没有变性成为沃卓斯基姐妹 而且他们一开始属意的男主角 也并不是基努 而是当时洪德发子的史环 威尔史尼斯 可是威尔看了剧本 觉得泰国深奥难懂 婉拒了邀约 跑去出演的标分战警 而金鲁当时正是闲得无聊 所以虽然一样看不懂剧本 他还是接演了这部 在他看来属于非主流的影片 《黑客帝国》为金鲁迎来的 演艺事业的第二个转折点 这部描述虚拟网络世界的电影 不仅仅是一颗票房领要 更是一部革新科幻影史 充满赛博彭克风的前章大作 金鲁一颗黑暗神秘的黑客形象 出现在片中 一副黑色墨镜 一袭黑色纷衣 一头黑色团发 一抹含蓄忧郁 配上它少见的东方血统 就是汝尼奥的无敌库格魅力 瞬间很少爬欢 《黑客帝国》浓浓的次世代电子风 细思恐极的虚幻现实带路感 回味无穷的烧脑轮回迷宫剧情 以及子弹时间的超时代华丽特效 瞬间蓝爆全球 因为该片 金鲁获得了第九届MTV电影奖 最佳男演员 最佳打斗奖 以及第六届百事大巨星娱乐奖 最受欢迎动作科幻片男演员奖 也入围了第26届土星奖 最佳男主角奖项 身世与分头一时无两 作为黑客帝国的脑残粉 我对这部影片的热爱 已经无法用言语来形容 看看我的油管号 B站号和抖音号 全部是黑客帝国影片的英文名 加16888组成 你就可以想象 我对这部影片热爱到何种程度 黑客帝国第二集和第三集 在2003年陆续上映 虽然没有第一集那么震撼 可是三部曲不管故事性 还是完整度 都开创了此类科幻片之先河 让黑客帝国一举步上神堂 至今没有任何一部科幻片 可以和他相提并论 黑客帝国三部曲 更是狂扫全球票房 创下16.3亿美元收入的恐怖记录 基努也凭借该系列 收录了2.5亿美元编酬 成为当时好莱坞 西津排行榜第一的演员 黑客帝国第一集获得成功后 基努拿出7500万美元 捐给特效 化妆等部门作为拍摄成本 更为12位特效演员 每人购买了一辆价值6000英半的 他累积车作为感谢 因为他知道 这些幕后不为人知的英雄 才是黑客帝国成功的关键 在好莱坞 对幕后人员这么慷慨的演员 可以说寥寥无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